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Lily 一個洗錢集團,招募了至少7名華裔老人 叫他們在紐約市的加州、品州等地 收取和轉購大筆現金,涉及於2000萬美元 2021年,他們被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起訴 最近陸續被判刑,或者面臨沒收財產的判決 大紀元記者通過查閱法院文件,了解這批已經退休的老人 是如何加入金錢快递洗錢集團,並進一步陷進違法犯罪的例談 甚至面臨被遣返回中國的境地7名老人中 年齡最大的72歲,最小的55歲,多數都是陸續的老人 時間回到2020年4月,一位朋友問林杰 是否願意幫忙跑腿?朋友需要林杰 在他忙不過來的時候,幫他接送一些東西 林杰幾個月前出過一次車禍,很感激這位朋友 久不久就借錢給他用 他很高興有機會為朋友跑腿 例匯報朋友的因爲,林杰以前是司機 對跑腿幫人辦事集以為常,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有一天,林杰去了這位朋友的家,但沒有跑腿的工作 翌日,這位朋友打電話來,叫林杰去拿一些錢 並幫忙傳入銀行 這就是林杰參與陰謀的開始 在起訴書中,檢察官描述了一個龐大的販毒洗錢網絡 在這個網絡中,現年68歲的孫英協調了一個洗錢組織的活動 與美國和墨西哥的販毒組織溝通 接收大量等待洗白的現金 孫英擁有8部手機 其中7部專門用來調度洗錢的事 孫英安排林杰等人在各地收集販毒資金 叫他們在購物中心或停車場等地和陌生人接頭 拿著一次性電話和1美元鈔票 和墨西哥獨休安排的人在交接地點 一手交錢一手交1美元憑徵 這一美元的罪號是暗號和交接證明 檢察官稱,僅僅從2020年4月到2021年4月1年之內 孫英在23個州協調了至少135次收款 涉及獨資超過2,000萬美元 其中有91次的收款活動 遭到全美國各地執法人員的暗中金時 凜結的角色是為地下錢莊運錢 充當地下錢莊的錢樓 錢樓是指為別人轉移或處理非法得來資金的人 犯罪分子經常利用錢樓 以洗白來自包括恐怖主義、販賣人口、販毒和稅務犯罪等 重大犯罪的非法所得 凜結的同伙包括黃電、花納克樓、 吳蝶龍、賴瑞和史蒂文吾 檢察官指控他們 從各州的墨西哥販毒組織取錢 攜帶大量現金串州過省 將錢存入銀行系統 或轉移給不同的人 促進了洗錢組織的運作 犯罪組織成員 主要往返阿里桑那州、加州、喬治亞州、 馬里拉州、紐約、 北卡來納州、俄赫俄州、賓州和田納西州 然後從每筆交易金額中提升 一次運送50萬美元 就可以賺上萬美元的跑腿費 在調查過程中 執法人員多次在該組織成員 接收等現金時 撥收了這些裝款 總共繳獲超過650萬美元 警方指控,林傑在2020年4月和5月 兩次收取金錢 總計超過45萬美元 其中一次,林傑的妻子 將一個裝有30萬美元的包裹 帶入了銀行 但被執法人員截獲 林傑對特工方稱 這些錢是用來做生意的 執法人員發現 林傑還利用銀行系統 來隱藏和清洗販毒資金的來源 在2019年12月到2020年4月期間 將超過200萬美元的洗錢收益 轉移到其他銀行賬戶 吳蝶龍是一位61歲的中國移民 在中國創業成功 開始了法郎和足療店 2018年 吳蝶龍移民美國和母親團聚 剛到美國時 吳蝶龍找了一份家庭護理的工作 周身約300美元 他一直維持這份工作 直到2021年被控洗錢罪 涉及超過100萬美元的現金交易 依據起訴諸 吳蝶龍在一周內 在紐約和賓州多個地點 幫人取錢11次 那時距離他移民來美國 只有兩年 吳蝶龍的律師於2024年1月24日 在兩營備忘錄中表示 由於這次犯罪的定罪 他現在面臨被驅逐出境的程序 如果判處監禁 只會延遲他回到中國的時間 這些老人的辯護律師 試圖減輕他們的罪行 指出這些老人 沒有高學歷 而且年老多病 面對健康和經濟困境 被有勢參與非法行為 林傑的律師表示 林傑的工作非常辛苦 而且他患有腎結石 經常疼痛辣人 影響了他的收入 林傑 還被診斷出 患有高血壓和高膽固信 面臨多種慢性健康問題 並且為林傑辯稱 跑腿讚提成的生意 只做了三次 他只是一個棋子 吳蝶龍的律師亦稱 當時人只是聽從他人的安排 多次戶外周出行 事實上 與律師見面時 吳蝶龍就毫不猶豫地承認 明知洗錢與非法活動有關 仍將超過100萬美元的錢 會從一個人手中轉交給另一個人 然而 這些辯護聲明 無法遮掩他們所犯下的罪行 沒有這一層前奴的操作 這些錢是絕對流不出去 紐約南區檢察官斯特羅斯 2021年公佈該案時表示 洗錢者為販毒提供便利 導致毒品危害無數人的生命和健康 美國緝毒處負責人多樂曼 則將洗錢者形容為 跨國販毒組織 最強大的犯罪堂火之一 洗錢網絡為販毒提供服務 將他們的不義之財 轉移到全球 2024年1月25日 吳碟龍被判罰款172萬美元 因涉及犯罪財產的一部分 被告和其他責任人 有共同及個別的連帶責任 最終 根據相關法律文件 美國政府有權尋求沒收被告的替代資產 以彌補未收款項的金錢判決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蔡蓉紐約報導 本次的《西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喂喂,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